这只做头鲸将右鲸高高举在背上 以防止虎鲸偷袭 虎鲸轮流进攻 尝试用波浪把右鲸冲下来 右鲸只能紧紧靠在母鲸背上 做头鲸依靠长达五米的尾巴驱逐虎鲸 虎鲸和做头鲸一直就是死对头 成年做头鲸专登海洋霸主虎鲸过不去 他经常骚扰虎鲸捕猎 至于为什么做头鲸喜欢多管闲事 到现在也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就在右鲸坚持不住的时候 一头熊做头鲸出现了 局势瞬间发生了改变 然后让虎鲸没想到的是 还有一只熊做头鲸也出现在战场 三头四吨的做头鲸不是虎鲸能体敌的 做头鲸掀起巨大的水花和阴浪 干扰虎鲸的视野和进行交流 虎鲸即使在聪明 此时也无能为力 而且如果被做头鲸的尾翼打中 也将遭受重闯 于是虎鲸开始撤退 两头熊做头鲸乘胜追击 想将虎鲸赶出这片区域 不过他们低估了虎鲸的智商 虎鲸杀了的回马枪 雌性做头鲸和幼鲸没有丝毫防备 幼鲸从母鲸的背上掉了下来 虎鲸一起将幼鲸按在水里淹死了 大量的鲨鱼闻着胃就来了 也想分一口 虎鲸依靠团结和智慧 实现了超越体型的击鲸 主要原因还是虎鲸拥有自己的语言 不劣势可以相互沟通 甚至还有一些话楼